大家好呀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南美荧光曼绿绒的一个切切切 只有一片叶子的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记得 然后呢后来它就现在长成这样子了 很长的一条 冬天马上要来了嘛 然后它这上面的叶子就是全部都凸掉了 我就想说给它切一下 然后繁殖一下 这个南美荧光没有特别好养哦 它的问题就是它很容易这样子 胶叶啊然后也很容易长红蜘蛛 我这个倒是还暂时没有红蜘蛛啊 但是他们说非常容易长这个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腿毛 为什么叫腿毛呢 我给你们找一个这样子 你看它的这个镜上面会有这种绒毛的样子 是挺像腿毛的 然后叶子本身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 就有点心形的 然后它有一些这种墨绿色 然后淡绿色的这种过渡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它等到再大片一点 因为这还算是一个小的 它这个叶子的这个边上 会有这种像波浪一样的 然后会很好看 大家搜一下就有它那个比较成年形态的样子 就是有些可惜它会有一些这种 焦边啊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是 一是可能夏天那段时间太热了 第二应该是我 这个焦水的频率不够及时 有一次干倒汤了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这种黄色的棕色的这种焦边 但是呢总体来说 我觉得不是特别难养啊 就你能接受它的一些不完美 就已经非常长了 就已经有了 就是太太长了 然后那个架子有点不够高 它就拖在地上 今天就给它来修剪 然后重新给它繁殖出来 很多颗 就首先准备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杯子里面放上清水 然后呢准备一把剪刀 然后消毒湿巾 我一般都会在这个切这些植物之前 先给它消毒一下 这样预防它会有一些烂啊 这些情况出现 然后有些小伙伴问说 要不要用多菌磷啊什么的 像这种植物我一般用的很少 因为我如果拿水培八根的话 它就是很少出现有烂的情况 就你的这个杯子就是要洗干净 然后里面的水干净 剪刀干净 一般不太会有出现烂的情况 从哪开始剪呢 要不先给它留一片看一下 然后剩下的都给它剪了吧 就这些 就给它留一片叶子 然后呢就这一段 这一节有二四六七片叶子 就这一段可以给它分成七段 然后它就会长出七颗的这个南美荧光 曼绿绒 剪掉的就是这样一片子好丑啊 有点太丑了 那把它也剪了吧 我觉得这样太难看了 我想要把这个 你看它就是之前有叶子 然后没有了的 它就是叶子发黄然后脱落 然后我想说要不把这些都剪掉 然后这些可以放水苔盒里面发根嘛 剪了吧 太丑了 你看 这有点太丑 受不了 那我给它 剪到这了 看看会不会再长出来新的这个叶子 这边有个生长点嘛 然后这边有一个点 如果从中间这剪的话 它应该会从这边长出一个侧芽 或者从底下长出来 试一下 你看 然后这边可以做成一个 就是在它的这个叶子和这个叶子 跟这个杆子 中间这个交界点是它会长出新的根的地方 所以就在它的左边剪一刀 这个之后就是会长出一颗新的南美荧光 它的根应该是会从这里出来 然后这一段呢 也不要扔掉 这一段其实也是有用的 我会把它就是分成一个节点一个节点 然后放在那个水苔盒里面 比如说这种光秃秃的根 你就剪在这 因为就是它这个生长点的左右两边要有一段茎 那就这样子 你就放水苔盒里 可能得等好几个月的时间 一般这种没有叶子的 它就会长出新的根 然后就再给它上盆吧 这样子 就像一节一节的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没有 前后都没有生长点的就可以丢掉了 然后像这个你如果显左边这一节太长了 只要在它这个生长点周围留一段就行 我也会把这一段左边这一段不要了 就是有四节这个 可能会长出四颗的小荧光来 但是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慢慢然后这一盆呢 就等它再看会不会长出新的这个叶子来 剩下的呢 这是一片嘛 刚刚那一段还有七片嘛 我们就把它一节一节的给它剪开 然后一样的话 就是要在叶子跟镜交界这个点一镜左右两边要留出一段来 那比如说这个这样剪的话 是这样子的 这一段呢是没什么用的 你可以把它剪到这儿 所以左右两边稍微留一段就可以了 然后铜里就是剩下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剪到后面会越脆哦 因为它这个上面的最顶端的是最嫩的嘛 所以最靠底下的应该是最老的 你在剪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 就最老的那些会比较难剪 然后越上面这个顶牙就会非常的嫩 你就很好剪了 然后就是一样的 就是你这一段你觉得不需要多长 就稍微剪短一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就这样子啦 然后你就给它 你可以等一会儿 比如说等两三个小时 等到它那个伤口干掉了 然后呢你再给它就给它泡在水里就可以了 或者你现在泡也行 我一般都是直接泡的 我就没有太多失败的情况 你要小心一点的话 你就等两三个小时 等它这边干掉 然后你再泡进去就可以了 嗯 然后它这个背面哦 就是会红红的 就是还挺好看的 然后如果你有发现有红蜘蛛的话 就要及时的给它拿去水龙头底下清洗一下 一般这种剪下来 这个形态的时候 它又没有根又没有土 是最适合拿去水龙头底下 正反两面全部都充一充的这种时候 嗯 我一般都会给它冲洗干净 然后让它去发根 因为之后你给它放土里面了 就不是那么容易洗它 然后就很容易洗得很脏啊 什么的 嗯 就是这样啦 非常的简单 过几个月 它可能会长成八颗小荧光 然后到时候可以给大家 做一个上盆的更新 等它这些根系都长得够长了以后吧 好啦 今天给大家做到这里 拜拜 拜拜